很多网友对赵丽颖的感情生活一直都很关注 在前段时间赵丽颖我们来了 钟表白何久 许多人看到这里不知道 到底赵丽颖表白何久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也有人对于赵丽颖和久两人之间的关系相当的好奇 赵丽颖在快乐大本营录制的过程中 可以说何久对赵丽颖是关爱有加养 当时的两个人还有非常多的互动 过后赵丽颖又再次参加了偶像来了 这是一个真人秀节目 当时赵丽颖与何久的关系非常的亲切 在大家的眼中是相当的恩爱 对于何久相信大家一定更为熟悉了 何久出生于1974 他一直是湖南电视的支柱 很多粉丝都叫他老实 何久的个人简历也很棒 他在许多行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也是娱乐圈中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何久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主持人了 很难想象他还没有结婚 这么优秀的主持人 谁也不能让他心动 何久对赵丽颖很照顾 也很关心他 这个事情赵丽颖自己也承认了 很多人都感觉他家已经是恋人了 但是他们两个只是朋友 就只有这一层关系 就因为何炯对赵丽颖这么好 在娱乐台没有敢欺负赵丽颖的 何炯在背后给赵丽颖撑腰 所以赵丽颖才把何炯当成亲哥哥一样看待 最让人惊讶的是何炯与赵丽颖那深情的意愿 这让很多人误以为他俩在一起了 其实并不是 这只是节目组的套路 是为了节目的效果更热 而且当时的边上有很多的群众一下子 就让周围的观众燃烧起了热情 这件事真的是在娱乐圈火了好一阵子 赵丽颖说何老师 你什么时候结婚 你考虑考虑我吧 何老师 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赵丽颖说何老师 你就是我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完美男神 是黄金什么老五 何老师 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可是我看到何老师都害羞了 第一次有人跟何老师吵CP也是蛮有爱的 赵丽颖也是蛮主动蛮积极蛮拼的 当然看完这个之后 相信很多人就会认为这是赵丽颖表白何老师的 当然还有一个画面是中秋的时候 偶像来了在玩游戏的时候 也在经历的撮合赵丽颖和炯 相信这也是让两人的绯闻更加快速的传开的原因 当然也不止这个 在偶像来了中有一个拍照环节的时候 赵丽颖也是躺在何炯的胸前拍照的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只是节目效果而及 赵丽颖出现在魔鬼屋时 赵丽颖和何老师那种 久违见面的那份熟悉感让人相当的亲切 还有谢娜赵丽颖两人躺在炕上休息的时候 何炯不仅给他们收拾鞋子 还帮两人泡东西以及照顾他们 这样的行为都可以看到何炯 对于赵丽颖以及谢娜的疼爱 那是哥哥对于妹妹的感情 不是男女之情 赵丽颖现在是娱乐圈的第一位明星 虽然她在农村 早期教育不是很好 但她很正直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经过十年多的时间 赵丽颖不容易进入一排星星 赵丽颖这些年来演过很多电影 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很多明星 都会结婚并有风流运势 但赵丽颖似乎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 赵丽颖努力工作 这些年来 这方面的感情也非常谨慎 对于她的感情传闻并不多 有人说赵丽颖在过去几年的流行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赵丽颖的个性很直率 直言不讳 如果你想和她交朋友 你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朋友